民进党陈时中是放弃万华了吗 为什么会这样讲 我们看到其实之前卫福布一句 万华是破口当惹怒了万华人 就是为了这句话 陈时中去万华去了几次 一直想要修补裂痕 尤其主要是针对淮南市场自治会长林胜东 这个东哥 当时对这句话很不满 所以陈时中一而再再而三的道歉 那么林胜东就被媒体记者问到说 那会接受他的道歉吗 我们看到林胜东怎么讲的 说我把你揍一顿再跟你道歉 你会接受吗 那陈时中就回应了 他就说没有要把谁揍一顿 有痛可以跟我说 可以沟通没有要打击任何人的意思 那柯文哲就翻译陈时中的话 他说是什么意思呢 陈时中的做法就是把人家读打一遍之后 然后再问会痛的请举手 那被打人会想说 我一举手是不是又再被打 他说这个就是傲慢 我先请教这个上志哥 就是如同我刚刚问的 就陈时中不断的要修补裂痕 但是这个话一讲 这个裂痕怎么修补呢 他现在是放弃了吗 他没有放弃了 可是陈时中就是 他的傲慢就是骨子里面的东西 所以他变成是所有部分的这个反应当中 那个东西即使他要修饰 他要遮掩 他要美化 很难是不是 很难 那就会就是冒出来 说这个痛 会痛可以跟我说 这句话 我这句话上次看到 我印象深刻是在一个BL漫画剧里面 都可以跟我说 我的妈 这个是很扯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想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这林胜东的部分的角色 我想林胜东角色当中 他确实在找先 无论他是在万华地区 他受到周边很多的 所谓的民进党的人情的包围也好 权力跟地方权力这些包围也好 其实对他来说 我们都知道先前他跟陈时中之间 还是有点被迫 但是这一次还是把话讲出来 我觉得他应该自己讲的是 这才是他真正的心声 我觉得以他这样子的一个等于是 在地方装脚的部分的角色 其实他有很多的部分的 可以想象绿营的部分的人情 可是当遇到这个东西 他还是这么说 可是没有想到说实在 在说出这个话的时候 陈时中应该如果好好回答的话 还是可以接得好的 可是问题是还是就说出了 有东西跟我说 所以陈时中是不是放弃了 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他们当然没有放弃 是这样子的 陈时中就是他确实是 自信爆棚的人 到现在还是 到现在还是 我相信他当然 对于民调的部分 是有所焦虑的 可是我们知道 我想我们都是认识陈时中 很早很早 估计他一路从一个单纯的牙医 然后不断的在这种攀援 在绿营当中攀援 进入小兵俱友会 就一路而来 其实他对他自己 他的唱歌 他对什么 他是一个 你知道我们从他过去 在这种红酒唱歌这些画面 他是一个非常会自我陶醉的人 就像这种自我陶醉的人当中 虽然在很多的政治人物身上也都有 我们所谓水仙花型的 可是陈时中的部分 他毕竟经历了 在指挥官这种 权力在握的这种洗礼 那个东西已经深深的 跟他的这个 我就讲他的ego 这种自我陶醉的部分 已经完全绑在一起了 即使现在面对他的部分的选情 已经来到这样子 很残破不堪的部分的地步 都已经面临感觉起来 都是不是民进党 要对他放弃跟弃宝的 这种感觉了 可是我觉得他的东西 不会放弃 这骨子里的东西 但对比着 社会大众对他的这种信任 他很自信 可是问题是选民大众 已经对他没有办法信任了 没有办法信任了 我觉得现在他的民调的部分 结果显示的 因为他现在所说的一言一行 陈世忠的一言一行 从他在参选前 到参选开始 到现在 其实没有任何改变 没有改变 可是民众对他的支持 为什么特别是中间选民 跟年轻人 如雪崩这样子的下来 就在于是他依然自信如初 可是人们对他先前的 有一些包括想像一些信任 包括特别是中间选民 或者对他疫情当中 也比较中心在看待的 这些人的部分的话 他现在其实都已经 没有办法接受了 根本不要说 前阵子跟周玉寇 你是这么自信的人 人家周玉寇也很自信 你们这样这些自信的 这些鸳鸯大道 政治鸳鸯大道 或政治家偶 所以这样子 这样拼凑起来 大家根本在心里头 对你 无论你怎么样自信的表现 说的这些话 但无论如何 陈世忠这种骨子里头 这种傲慢 我想其实确实 柯文哲做了很好的解释 好 那闫老师 因为陈中补了这一句 还不如不要补 就是 他说没有谁 要把谁揍一顿 针对万华氏破口这个说法 他说有痛可以跟我说 那感觉起来 这一句话下去又更痛了 好 那就是他一直 也想要弥补伤痕 但是如果你还是用 这种方式弥补的话 我不知道这个 会不会对陈中来说 那接下来 有人形容是他的卵热 那有可能呢 除了林盛东之外 比如说之前实际的 严博文 那甚至还会 会不会再接近这个 投票前夕的时候 会有更多将的人 站了出来 那这个对民进党 对陈中来讲呢 都是重重的一级 他难道没有算到这些吗 我同意刚才上次讲到 陈世忠可能 这个出来搞政治之后 他在这个同温层里头 牙医工会等等 满耍得开的 所以他自信满满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变成是一种自恋狂 像川普一样 就是narcissist 对自己觉得说 我太棒了 我太厉害了 那没有办法来接受 他有缺失或者缺点 所以你看他 大家问他 对这个疫苗政策也好 或者整个的这个采购 他都会觉得说 自己都是85分90分以上 可能在我觉得这种自信变自恋 然后变成 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做错事情 这个川普就是这样子 你看他选输了都会说 我们赢了 他每一次都讲 他说我们一共 就是我会 他说我会 我选了 我将会跟拜登 跟民主党有三次的竞争 每一次都是我们赢 他意思是2016年 他是靠着选举人票赢的 那2020年被做掉 所以2024还是回来 那这一种就是说 可能在同温 他那个党内 会有一些能够强化党的支持 但对中间选民没有什么帮助 所以我们看到像川普总统 在2018年 为什么会 这个其中选举输了很惨 就是他把这个所有的中间选民 包括妇女住在郊区的高等教育的 全部下走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他最大的问题 那同样我相信民进党 现在的情况 就是在巩固自己的选民 但是没有办法再扩大一个 新的就是说 包括独立的中间选民也好 或者年轻的第一次要投票的 这些都是你必须去争取的对象 那碰到陈思忠这种候选人 他应该要去 就是去检讨 你们要先设计 一开头就要设计 你这一次选举 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一个胜选方程式里头 你需要多少的票 然后这些票 除了绿营的基本盘之外 在哪里 那你要靠什么东西去争取 但他现在看起来 就不像在争取 感觉像是已经有点乱了 乱无章法 没有章法的一种 没有章法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税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i Code 快点购 扫一下